高騙是目前出貨完通的一個現況 包括外觀、樓梯以及牢房的部分 請委員參閱下一頁 接下來跟郭文娛說明的是 我們新文化館後續再利用的一個平面配置 這個部分是一樓的部分 委員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二樓的部分 都有委外經營區 後續會作為文創商店 我們目前也正在辦理一些招租的程序 在招租程序完成之前 我們本局會利用這個空間 做一些書展跟講座的空間 除了委外經營空間的部分 一樓主要是作為長社展的展示 除了長社展的展示 還會有很多媒體的部分 還有戶籍展示室 在庭園活動區域右手邊的這一塊 數位多媒體空間的體驗 其實就是剛才有講過 就是水牢跟牢房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除了遠洋首付牢牢牢的樣子之外 我們會在牢房做一些浮光透益的 那個數位多媒體的體驗 下一頁 這一張是目前 新聞畫館規劃二樓空間的平面圖 那我們二樓主要規劃的就是特展的空間 除了特展的部分 我們的實證辦公室 點長空間跟會議室等等 也是規劃在二樓 下一頁 各位委員可以看到 我們新聞畫館有委託專運團隊 做了一個我們整體的事業系統 那這個就是新聞畫館 後續會對外使用的一個LOGO 那這個設計裡面呢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中文字 就是Line Taiwan的Line 那Line Taiwan就是一日時期 那個蔡培果 蔡培果做的一首就是Line Taiwan的歌 就是對大家介紹台灣 那我們取這個Line Taiwan的Line這個字呢 做為新文化館的那個Ci 那主要是因為其實Line它就是我們 那我們希望就是用我們這個字呢 來表達說台灣這片土地 它其實融合了非常多元的文化 那也是要真的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核心精神 就是用我們的口來說我們自己的文化 那用我們的口說自己的文化呢 也就是希望換完後續經營的一個定位 那它會反映在歷史面文化面 跟在身材和分賽的不同的方向 希望藉由就是找尋 和反思自己的文化認同 並且就是提供那各種不同的國用文化 那再理解讓代的議題來展現 新文化運動的精神 下一頁 那剛剛有更多元介紹 我們在映樓的部分是規劃場設展 那我們場設展的主題呢 目前的規劃是以黃金年代的光魚影 作為主題 那主要就是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 就是台灣新文化運動崛起的時候 那包括介紹從1921年 那由蔣威水林現行等創意了台灣文化協會 那他們就以文化運動的號召 透過了一系列就是演講等等的 民主資訣的活動 那來展現就是台灣在性文化運動中 創造一個新的不同台灣文化的氣象 那這是我們目前長生展的模擬圖的規劃 下一頁 那再來二樓的部分呢 二樓我們規劃 這是我們今年開館後第一檔的特展 那特展後續呢 預計會每年就是每一季都會有一檔 就是特展的展示 那第一檔人二樓 因為前面有說過 在那個其實新文化運動 它除了比較硬性的政治 迷惑關於民主知覺的這方面呢 它其實反映反映在 包括文學、戲劇、還有美術、音樂等等 不同的文化面向 那這幾個文化面向呢 其實它也創造出屬於台灣的一個新的文化的氣象 尤其在1930到1940年間 那各種形式的英文創作呢 都非常的蓬勃 那我們現在二樓的展示呢 《大覺醒時代》 來那個更別介紹新文化運動時期 各個不同的文化面向 下一頁 下一頁 那我們新娃娃館呢 預計是在10月14的時候開館 那為了籌備開館 我們也非常立即的 從8月開始一直到要開館 中間呢 辦理了非常多的系列的配望活動 那包含有論壇 有街區的導覽 還有主題的書展 以及未遂春風的音樂劇等等 《小花活動》 下一頁 目前看到的這些呢 是我們為了開館 為所準備的開發的一些周邊上品 那包括有布袋 那貼紙還有創刊號 還有書籤等等 下一頁 新文化館 我們的日期在10月14日開館 那目前我們也在確認邀請名單 那各位委員也都是我們貴賓的邀請名單 那也希望各位委員在10月14日的時候 他現場給我們一點指教 謝謝 那個跟大會補充 工程期其實花了超過四年的時間 還不含設計 單純工程四年 那展示設計 包括規劃 花了兩年多 也就是他其實 因為這一段歷史 其實大家都要求精確 而且包括整個流程的史料的蒐集 其實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那另外還要特別跟各位說明 這個館將來是公辦公演 特別感謝市長在這個館上的支持 給予人士沒有我們組織的經費 所以這個完全公辦公演 只有部分空間 這個比招惡發 他是賣一些紀念品 那個培委外的部分 那館長選出來 今天館長沒有特別來報告 董老師在開展的時候 可以知道嗎 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的市長在議會 也遵守我們議會的建議 也會要求這個案子起案之後 第一任的市長是嗎 檢視是本來的 檢視哪個回立 一定來參加我們泰茫4號 然後請去報告 理會會的問題 理會的選擇 行業管長的名審都會知道嗎 您叫你叫他下語 就讓我開 林教雷 其實我們都想知道 好 正正 本來各位委員有沒有講 我提醒 沒有它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 白安 comic 按由中山區中山退銷所 文化資產價啟成了 各位委員好 資料會中間聚中間配銷索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條18條跟處境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1的部分 日本建物的地址目前是在於 林生中路1段21號 他坐落的第一號是在中山段的三小段的158016801地號 建物是同小段的1282建號 地級地形圖的部分可以相互建議 他早期是臺灣研究五分有限公司的營業所作為倉庫使用 目前土地跟建物管理機關為財政部的國有財產署 可以看附件2.3頁 第二部分是因為我們考量到本岸的土地跟建物後續 其實都有可能進行處分 所以我們秉職權的部分在 文資法第178條的部分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那在去年的9月27號的時候 我們有召開了第一次專案小讀會堪 那出席的委員有包括薛琴委員 是召集人跟王衛軍委員 跟民附國委員李前朗跟劉竹英委員 那五位委員裡面的意見 而且我打得上 因為議會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必須要去議會 所以出席後 莫敬李前 還要寫名號十號來待會出席 好 謝謝 這能夠我們可以輸就 我們可以再繼續吧 好 那我們就再繼續報告 就是五位委員的意見部分 當時有兩位委員是希望登陸為歷史建築 然後兩位提送大會討論 一位認為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會看結論就是續提送本省議會審議 然後也請讀發筆記公分 來相關都市設計 審議會議紀錄公分 本省審議會參考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關於去年9月27號的專案小讀會看意見的摘要有三點 第一個部分是對於目前的保存跟待利用狀況 然後其實內部都已經做過資本的修善 所以建物具有良好優良位置 有外部空間平面層曲折型 立面簡潔 略有現代主義之設計意味具文化資產價值 然後本案的主建物的構造單純 外牆簡單 內部已經過整修 屋況上架 可由都市計畫或都市設計進行管制 那也是建議提醒大家會討論 那第三個意見就是會認為建物會比較 主建物的部分比較一般 就是文化資產價值 那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 情報報告就是請委員祥參手邊的附件資資料 那這是目前中山配銷所的主建物1282件號的地形地景圖 然後接下來歷史圖這個部分 因為它這一塊它有經過整間 那在民國58年的地形圖部分 當時的主建物就是回歷標型的中山配銷所還沒有興建 那在民國62年的航照圖的部分 可以看出就是配銷所的主建物已經興建完成了 那在第100年的時候呢 中山配銷所右邊旁就是168第一號的 現在目前的綠地 然後原本是主建物東側三棟員工宿舍已拆除 那接下來這次那個中山配銷所的主建物 就包括入口 然後還有西側入口街道 跟它目前的就是它作為方圖用途搭配的水泥停車空間 跟土建物北翼旁的司機休息處 那文化價值評估報告的基本資料 剛剛都已經報告過 那主要的重點是土地跟建物管理機關是財政部都在暫屬 那第二報告案部分就是它目前使用狀況是由營建署的住宿中心作為辦公使用 那價值分析的部分剛剛也提到過就是在會在行大會討論 那會在保存管理維護的計畫 會在建議由財政部國有財政部進行桌面 那目前的狀況是作為辦公使用 那登錄狀況就是在對線況是無影響的 那禮罵的部分就是在提行本審議會審議 在以審議決議辦以後 報告的提問好 報局局這邊 獨發局在針對本岸基地的都市計畫的部分在於屬市 本岸基地它其實是坐落在第四種專業區 基礎容器其實是發表的 然後同時它也是配合99年一個萬華區都 因為改善萬華區那邊的環境工程 所以協調到時退不貴 把部分的朋友圖地變更為公園用地 把該變更的公園用地原有的基本容積 容積調配到本岸基地 那本岸基地共有三 剛才登陸範圍是兩頂基地 我們其實有剛才那三棟拆除宿舍的 那1658第一號也是屬於整個園區範圍之一 所以換言之本岸的園區開發容積其實是 還超過800 那這樣不錯 這個案子大概已經經過一年 所以它暫定古蹟時間延長一次到期 這樣可能今天請委員要決議 那決議如果沒有碰碰的意見還是需要用表決議 就是投票的方式 好 那這個有沒有正記發言 現在有個使用代位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王晨先生 謝謝 各位委員好 今天是國家住宅的結束是更新中心的代表 那其實我們現在這個辦公廳 目前是我們中間作為辦公廳的使用 那其實在今年4月的時候已經有 唯有任務人件組作為 自辦設計跟自辦建造的部分 那今年8月1號的時候 我們出的東西已經進出做使用 那未來的話使用的機關會是我們 那現在國務財產署現在正在辦理捐證的作業 把土地跟建物捐證給我們 那其實我們對本案我們的認知是 其實一定有公關的局在中間公廳所所作為 其實是作為倉庫使用 那建築本身其實並沒有特殊的地方 其實並沒有保存價值 可是現況其實對周到環境最有保存價值 最具價值其實是靠近永勝公民的綠地 就是168B後面快綠地 那我們現在副理其實已經借了50年了 我們現在目前本中心也在評估 結果不需要的工程 那如果未來面臨需要做改建的問題的話 我們日後會以規劃先 優先保留預計作用的使用 進而改善建築技術設計的技能 那還有嗎 你好 你好 好那就是討論了 好 那看看各位有點特別一點 因為現在是兩票贊成 兩票討論 兩票團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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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的土地是國有災難權權的 對不對 可以嗎 沒有說他現在是商事 但他的價值很高 而且也到800 其實現在我們就以楊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來講 如果是公家的土地 大家要優先把它變成保護或等等 因為那個空的其實滿重要的 因為就在馬街附近 然後那邊也都沒有公園或比較大型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是國有災難權權的土地的話 並不是要欺負國有災難權權 是說他能夠保留到隱蔽建築的話 我的未來發展融積蓋 那一代就大概就沒有那一個可恢復的空間 所以我支持使用 好 來 所以你們那個案子還要完成 你有記得 你有記得發展的原則規範 那是開發的規範 對 那時候是變成 當時的開發規範的一個準則 就是 吸取剛才 入計畫人剛才報告的內容 然後有去做 在800年級下的開發的一個模擬 然後有規範 但後來那案子沒有承諾 所以不對到目前的問題 謝謝 顧委員 其實現有的管理機關是國有災難所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國有災難所目前課正在辦理 就是捐贈程序給我們的中心 所以未來的管理機關是我們 國家主委的幾度是可能中心 那我們其實現在 我們作為辦公地使用是以他原本的建築 做重新的辦修 讓方法外部跟Z面的牆面都已經做整體的辦修 後我們再做清楚的使用 好 謝謝 那他們其他委員要發言 如果沒有發言 如果沒有發言就 張老師 張老師 提供一下個人的意見 就是 因為這個建築的形式其實非常曝光 那我覺得文化資產的指定或登錄基本上是用公權利 再介入一個房子的保存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請各位委員參著一下 當然我們今天可能考量到使用的目的就是再利用的潛力 然後覺得可能二三十年先留下來繼續用 但是因為登錄了之後 他其實面對的其實是長時間的 可能是五十年了 一百年甚至是五百年 那這件事情我建議會 應該要回歸到那個 就建築物的價值的這個部分的認定會比較多當 那我個人當然覺得 如果 我的第三點建議就是 如果這個房子留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留的話 還是可以透過其他的紀錄保存下來 把那個相關的資訊留下來 那以上我提供我個人的意見 好 還有沒有別的委員 發言 如果沒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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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家會有三 就是三種的選擇 一個是古蹟、歷史建築跟紀念建築 所以我們必須要分開投票 然後一個一個算 好 所以可能我們時間 我們時間跟我們一起 但是就是麻煩老師就是 對就是可能要選的時候不能 不能全部都 到時候 到時候會 會變成是有三種身份 所以可能老師只能選擇 這種身份 好 所以你先確定這個有投票運力的分數 可不可以先講一下 好 我問 因為我們要有三分之二的 現在這個總人數 多二十一人 那 出席機關代表 除了局長可以算票數 其他不行 所以 現在有十一個 連籃局長十一個 是超過半數投票 是可以的 現在在座有十一位 二十一位沒有十一位 可以投票 那投票要給身份 要三分之二以上 就是十一個裡面 還要有大概八票左右 八票左右才會給身份 好不好 老師等一下也是先幫我們把 古蹟的先勾完 好不好 因為古蹟最前面的身份 然後我們再看 如果沒有的話 好 再看例件 再看經驗件數 好不好 票可以一起發下去 先收古蹟的票 幫忙拍一拍票 只有一個人 收票 勾完就收回來了 起碼就收完了 你們有票箱嗎 有 在各方面 請請問老師 武擊的先幫我們拿進來 好 來 來 然後另外一個主題 請問 請問 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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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收完 我就拍 金銀票一個從這裏 全部拿出來票相再去收一個另外一組去收 我幫忙作用 全部拿出來 立件 歷劍 相對鼓跡的部分總共是11張票 不同意1票 不同意1票 不同意2票 1票 不同意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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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一票 全數不同意 針對歷史建築的投票情形 目前手邊共有十一張票 歷史建築的部分不同意一票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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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一票